第885章 雷杰开始 好恐怖的气势 这样的威压跟我们晋升铸台镜 相差无几了吧 有组长及强者紧张的道 这威压让他们想起了当初九死一生的铸台节 此时劫云漫天 整个天地一下子黑了下来 劫云在空中形成了风暴 暴风之眼正对住月小倩 不停地旋转 随着劫云的旋转 虚空之中越来越恐怖的能量在汇集 威压在不断地增强 很多屁海镜强者 都已经感到呼吸困难了 虽然他们也都度过屁海节 他们大多数也都是屁海中期以上的强者 可是如此恐怖的天节 依旧令他们感到心惊胆战 天啊 龙晨他想干什么 为什么不开启巨仙珠的光照 屏蔽雷霆之力啊 他该不会是不知道吧 十足强者远远看住龙晨此时副手而立 站在石柱之上 仰望着月小倩 丝毫没有在意那恐怖的天节 龙晨快开启光照 不然你会被雷劈死的 一个经常跟龙晨喝酒的十足大汉 扯着嗓子吼道 啪 那大汉刚刚喊出 后脑勺就挨了一巴掌 石仓怒道 呸呸呸 胡说八道什么 杜劫之时岂能望眼死字 你这是咒他吗 杜 劫本就是九死一生 凶险无数的事情 这个死字犯极大的忌讳 是万万不可说的 你在这里喊也没用 龙晨在那个位置 被天节笼罩 天微挤压下 你的声音是传不过去的 石足足掌道 轰隆隆 就在这时 虚空发出一声爆响 天地共振 虚空之中的节云 停止了转动 一下子静止不动了 然而无尽的雷雨 倾泻而下 让所有人震撼的是 那雷霆之雨 跟他们杜劫时候不一样 那并非普通的雷霆之力 而是一道又一道 雷霆符文落下 砸在大地上 大地上青烟四起 立刻浇虎一片 这些屁海镜强者 不禁感到头皮发麻 一开始的雷劫 都是最温柔的 可就是这样的雷劫 如果他们是沐浴其中 就算全力抵挡 连一炷香的时间 都坚持不住 就要被轰杀了 而这枚恐怖的雷劫 对月小倩而言 却是最温柔的第一波 一时间 所有人心头一沉 他们有些担心月小倩了 劈啪劈啪 无尽的雷雨纷纷而落 空间中弥漫着 无尽的毁灭气息 一瞬间将龙城 和月小倩吞噬 月小倩凝力虚空 身上浮现一抹淡淡的 光幕 那些雷霆落下 纷纷被光幕弹开 根本伤害不到他 这个举动 让所有人暗自松了一口气 如果第一波雷霆 月小倩就要手忙脚乱了 那么月小倩就注定了 陨落的结局 这是大家不想看到的 当月小倩轻松挡住 雷霆之雨后 人们这才有功夫 把视线移动到龙城身上 什么 众人大吃一惊 因为此时龙城依旧副手而立 对于漫天雷霆之雨 不挡不避 任由他们落在身上 就好像沐浴在春雨之中 是那么的轻松 那么的淡然 妖怪啊 所有人都大惊 包括铸台镜强者 都不禁动容 这种程度的雷霆符文 或许对他们铸台镜强者 不会有太大的伤害 但是如此任由雷霆符文 落在身上 时间长了 他们的身体也吃不消的 龙城沐浴在雷雨之中 这点雷霆之力 对他来说 跟普通雨点没什么区别 反倒是雷龙有些不淡定了 他要冲出来 就像是一头饥饿的魔兽 遇到了肥羊一般 但是龙城不让他出来捣乱 那会搅乱月小倩的天节 龙城自己都不敢爆发任何波动 就怕被天节察觉 所以任由雷雨落在身上 让雷龙闷声发财 可是这点雷霆之力 对于雷龙来说 连塞牙缝都不够 急得抓心挠肝 可是龙城不放他出来 他也没办法 不过龙城跟他说了 不要住急 肯定会让他吃个饱的 他这才稍微安定下来 沐浴在雷雨中 龙城忽然发现 通过雷节 龙城可以感应到更多的气息 这是一个又一个强者 他们也在渡劫 整个万古路 无数强者都在渡劫 万古路就像是一个大海 万千强者 在这里渡劫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固定区域 各不干涉 因为身处雷节中 龙城甚至感应到了 几股熟悉的气息 但是不能判断 他们的具体位置 只能模糊感应到 那雷节的强度 甚至龙城感应到了 血忧与昌浩 黄君墨等人的气息 因为他们此时也在渡劫 他们的雷节强度 竟然丝毫不差于 月小倩的雷节 这让龙城不经心惊 看来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奇遇 气韵这东西实在太难讲了 最让龙城心惊的是 还有很多地方的强者 也在渡劫 雷节的强度 竟然并不比血忧等人差多少 龙城心中微微有些不安 看来自己太小看了 其他强者 很多强者都是十分低调和隐忍的 他们被很多天才的光环 掩盖了锋芒 最重要的是 他们也是自己故意藏桌 这样低调 不容易被强者发现 更好地保护自己成长 如今渡劫 终于露出了他们的獠牙 龙城感应到了七八道 极为强大的天洁立场 这说明东荒这边 实际上隐藏了不少强者 只不过不知道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 瓮 雷雨下了一个多时辰后 空间微微一颤 雷雨忽然越来越密集 越来越强大 最后竟然形成道道雷霆之珠 每个族有拳头大小 无情砸下 远处观战的强者们心头一领 那些辟海境强者 却感到一阵骨头发了 如今虚空降下的雷珠 就像是一颗又一颗炸弹一般 在空中爆响 威势害人 这样的攻击 如果不加抵挡 任由落在身上 就算是辟海境强者 不死也得中伤 月小倩凝立在虚空之中 周围的光照在雷珠的轰击下 已经开始不停地颤抖 显然不能像之前那么轻松了 不过还没有令光照爆碎 说明他并没有处于危险之中 最让所有人无语的是 龙晨竟然依旧副手而立 漫天的雷珠袭来 重重地砸在他的身上 他竟然浑如味觉 依旧看住虚空 关注着月小倩 龙晨大哥实在太猛了 这么恐怖的狂雷 他竟然可以无视 萧妃看住沐浴在雷霆之中的龙晨 双目之中全是崇拜之色 在所有萧族强者眼中 龙晨是真正的王者 或许只有他们知道 龙晨到底有多强 多霸道 轰隆隆 豁然天上的劫云再次爆响 原本静止不动的劫云 此刻动了 再次开始旋转 随着他的运转 雷球消失 一道道雷霆之矛从天而降 这一次所有人脸色都变了 真正的天节开始了 那一道又一道雷霆之矛 长达十丈 每一击都带着无尽的灵力气息 与沙发之意 充满了毁灭的能量 从天而降 光耀千古 在场的屁海镜强者之所以变色 那是因为 每一根雷霆之矛上 附带的恐怖威压 都有将他们击杀的力量 更何况那雷霆长矛一道接着一道 威力可想而知了 岳小倩俏脸之上 终于出现了凝重之色 玉手结印 陡然间无尽的天道符文 将它包裹 同时它不再被动防御 决定主动出击 三色的天道符文 在它的周围 形成了一圈石杖的防护圈 将它牢牢包裹 同时另外有无数的天道符文 组成千万把飞剑 对住那些雷霆之矛斩去 当雷霆之矛与符文飞剑相撞 两者同时暴碎 雷霆之矛暴碎 又有新的雷霆之矛落下 而岳小倩的符文飞剑被崩碎 直接抽取天道符文之力 重新凝聚初心的符文飞剑 一时间见其纵横 雷毛飞舞 天地间轰鸣作响 这是一场震撼人心的碰撞 雷毛如雨 贯穿天地 但是岳小倩依旧可以与之对抗 岳小倩的出海已经形成 丹田内的汽海 从原来的石里 暴涨到了万里 陵园雄厚的程度 足足暴涨了一千倍 这就是辟海境可怕的地方 跟过去相比 现在的它 拥有千倍的陵园 这种恐怖的能量 想要挥霍一空 都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见岳小倩在如此恐怖的天洁下 依旧能够坚持住 所有人心中充满了希望 或许他们可以亲眼见证 一个汽海万里的超级天才诞生 这时他们再也不抱怨天目大人 把他们大老远召集来了 光是看到这样一场 惊心动魄的渡劫场面 一切都值得了 见识恐怖的天洁 感受那恐怖的威压和意志 对一众强者 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 这对他们以后渡劫 有着极大的好处 天哪 忽然十足的一个女子 一声惊叫 之前所有人都关切岳小倩 而忽略了龙晨 这时看向龙晨 不禁吓了一跳 龙晨依旧那副风轻云淡的模样 那女子看过去的时候 刚好见到一道雷霆之矛 狠狠撞在龙晨身上 发出一声爆响 不禁发出一声惊呼 她的惊呼 一下子把所有人的目光 从岳小倩身上 转移到了龙晨的身上 当雷霆之矛再次撞在龙晨身上后 所有人都发出一声惊呼 因为他们发现雷霆长矛暴碎 龙晨纹丝不动 就连眼睫毛都没有抖动一下 那副镇定的模样 让人心头狂跳 这也太变态了吧 有不少人艰难地吞了一下口水 这简直是妖怪啊 无视雷霆之力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雷霆 这是九天劫雷啊 第886章一切有我 实际上这种强度的雷劫 龙晨确实不需要挡 这种强度的雷劫 让雷龙极为不满 龙晨不敢爆发出自己的气势 更不敢抵挡 微微一丝波动 都有可能被天劫感应到 那样就麻烦了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让所有人震惊的是 这一场天劫竟然持续了一天一夜 随着时间的推移 雷霆之枪越来越强大 从原来的十丈暴涨到了百丈 每一击都可崩碎高山 天地轰鸣之下 雷劫范围越来越大 只是全神贯注地看住 岳小倩 一天一夜过后 忽然漫天的雷霆之枪消失 虚空之上的劫云 陡然间一阵 一道又一道的雷霆身影 飞驰而下 直奔岳小倩杀来 那是雷霆巨兽 每一头都如同小山一般 周身雷霆浮纹涌动 带着狂暴的意志 向岳小倩涌来 天哪 这是什么情况有人惊骇到 这是什么级别的天节 雷霆之力怎么会化形 看到这些雷霆兽 龙晨眼睛一眯 现在才是真正艰难的时刻 龙晨附在背后的手 不禁攥起了拳头 岳小倩能不能成功 就看现在了 轰 雷霆巨兽踏空而行 天地震颤 气势万钧 雷霆巨兽有飞鸟 有走兽 更有成游余壮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兽海 对着岳小倩冲来 岳小倩看着无穷无尽的雷霆巨兽 向他冲来 顿时心头一惊 他感应到了 每一头雷霆巨兽都强大无比 没有本源之力的他 恐怕无法抵挡这些雷霆巨兽 最可怕的是 天上的劫云之中 雷霆巨兽不停地涌出 如同下饺子一般 简直无穷无尽 让人绝望 岳小倩撬脸有些苍白 别怕 一切由我 放下心中包袱 能冲到哪里算哪里 你如果坚持不住了 我会出手的 龙臣的声音从耳边传来 即使在这种时刻 龙臣的声音依旧平静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龙臣的话 岳小倩竟然信心倍增 就连他自己都不明白 他为什么如此信任龙臣 而不再信任自己的邻居了 问 陡然间 岳小倩周身的符文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身影 犹如一尊神明 屹立在岳小倩的身后 同时 岳小倩手中长剑 对住前方斩落 轰轰轰 随着岳小倩的动作 他身后的虚影 跟住他的动作 一剑向前展出 恐怖的力量 直接将前方山头雷霆巨兽崩碎 化作漫天的雷霆符文 好 好强 远处观望的强者们 不禁张大了嘴巴 原本看中那无穷无尽的雷霆巨兽之海 他们都绝望了 这种强度的天节 已经超过了一众组长的铸台节了 这种天节有谁能活 可是如今 岳小倩一剑将三头恐怖的雷霆巨兽击杀 让他们不禁一声欢呼 这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不过龙臣没有欢呼 反而眼中带着一丝担忧 这个术法是岳小倩的最强诏术 两人之所以能从阎魔手下逃生 全靠岳小倩这一招 可是如今岳小倩凝聚了出海 可是真正的战力 却比那个时候反而逊色了许多 恐怕威力只有那个时候的七成而已 很显然 以天道符文之力催动这一招 和用本源之力催动术法 两者间有着天壤之别 如果岳小倩能发挥出本源之力 对付这些雷霆巨兽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可是如今他本源之力枯竭 在外界无法补充 不过如果本源之力还在 他也不敢在外面渡截 在天结之下 他无法隐藏本源之力的 如今岳小倩用着只有本身七成 甚至更低的实力在战斗 这些雷霆巨兽就成了致命的威胁了 轰轰轰 岳小倩常见飞舞 周身符文缭绕 巨大的剑影在雷霆巨兽之中肆虐 一头又一头雷霆巨兽被击杀 永不可挡 随着岳小倩全力击杀 可是那雷霆巨兽却越来越多 岳小倩一下子陷入了危机之中 被无尽的兽海淹没 所有人心头一凉 这下危险了 轰 忽然一声暴响 岳小倩手中长剑在空中一点 一道恐怖的光波爆开 无尽的涟漪出现 将那些雷霆巨兽逼退 岳小倩趁机冲出雷霆巨兽的包围 继续冲杀 可是雷霆巨兽太多了 岳小倩很快又被包围 于是岳小倩故技重施 拼命轰杀 多亏凝聚了出海 陵园充足 否则这种攻击连续施展两次 岳小倩的陵园就要枯竭 而此时 虽然凶险异常 但是岳小倩还能勉强保持不败之地 拼命击杀雷霆巨兽 龙臣看着岳小倩相悍淋漓 在雷霆巨兽群中挣扎 心中注视心疼 可是他不到万不得已 是不敢出手的 虽然对自己的修为进程不了解 但是对于传统的修行路线 龙臣还是知道的 辟海境强者出海凝聚成功之后 会引来雷杰洗礼 这是一种考验 更是一种法则 只有通过了天节的考验 才会被天道认可 体内的出海 才算是真正稳定下来 成为气海 可是如果没有承受完整的天节洗礼 出海得不到天地认可 很快就要消散 岳小倩又要重新退回仙天境 这是一种非常大的打击 会给岳小倩下次突破屁海时 制造重重困难 甚至会出现心魔障碍 所以不到岳小倩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是绝对不可以出手的 他现在只能前着急 却帮不上忙 甚至数次岳小倩被雷霆巨兽撞飞 嘴角溢出了鲜血 龙晨真想不过一切地冲进去 可是最终还是理智压制住了冲动 唯一让龙晨能够欣慰一点的是 虚空之上雷霆巨兽依旧如海 不过劫云之中不再有雷霆巨兽降下 小倩雷霆巨兽就这么多了 杀光就可以过关了龙晨高升鼓励道 这对岳小倩确实是一个好消息 终于看到目标了 经过龙晨的鼓励 士气一阵继续催动术法全力击杀 这一战时间太长了 足足六个时辰后 雷霆巨兽的数量越来越小 最后一头终于被越小倩一箭斩杀 好 当最后一头雷霆巨兽被斩杀 全场爆发出一阵欢呼之声 不过欢呼声很快被一声惊天咆哮给打断了 好 一头体型长达千丈的雷霆巨兽 从天而降 周身雷霆符纹流转 光芒万道 如一轮 大日 悬浮在空中 什么 一众强者不禁大惊失色 这回就连天目大人脸色都变了 这头雷霆巨兽身上的气息太过恐怖了 月小倩双目之中 浮现一抹绝望 这天结实在太变态了 简直无穷无尽 这根本不让人活了 月小倩仔细打量着这头巨大的雷霆巨兽 忽然间看住自己 脸上浮现一抹明雾 不禁摇头苦笑道 龙晨 我发觉我自作聪明了 我很有可能被天道感应到了 因为在面对那头雷霆巨兽的时候 月小倩感觉自己体内已经枯竭的本源之力 既然有了一丝奇异的波动 让她感应到 她想要欺瞒天道 恐怕有些太想当然了 不用怕 我相信我们的计划并没有失败 只不过可能有一些瑕疵而已 对付这种雷霆巨兽 我有经验 我把她的弱点告诉你 龙晨高声教导 龙晨跟雷霆打交道太久了 尤其杜杰 他是专家级的人物 各种各样的雷霆巨兽见多了 甚至他可以编撰一本百科全书了 最重要的是 此时出现的雷霆巨兽 龙晨亲自领教过 这雷霆巨兽成巨蟹状 背后长着一根长长的尾钩 不过两个钳子的位置 却有两个巨爪 在龙晨晋升通脉镜杜杰的时候 最后出现的就是他 虽然两者间的体型相差太远 但是外形一模一样 显然是一个品种 那次龙晨差点被他挂掉 后来雷霆配合 把他给拖入自己体内 进行封印活活练化 也就是那次雷蛇 才蜕变成雷龙的 帮助雷龙练化着雷霆巨兽的时候 龙晨才发现了他的弱点 当时以为这个发现 不过是马后炮 没想到今天用上了 呼 月小倩忽然对着雷霆巨蟹冲去 当冲到雷霆巨兽身前 陡然间身形急速拔高 那雷霆巨蟹几乎本能地向上一扑 原本一直跟住月小倩的 那个巨大身影 在月小倩拔高的一瞬间 竟然停住了身形 雷霆巨蟹那巨大的身体 一下子立在了他的身前 魔心刺 月小倩一声冷斥 手中常见凌空一刺 不过这一击却是刺在虚空之中 在众人一呆之际 月小倩的那个巨大身影 也是一剑刺出 正中雷霆巨蟹腹部的 一块发光点上 轰 让所有人瞪大眼睛的是 那巨大无比 狂暴无敌的雷霆巨兽 竟然一击之下四分五裂了 哈哈哈哈 成功了 成功了 半赏众人才哈哈大笑 天空之中 节云缓缓凝聚 最后凝聚出一个巨大的符文 这是雷杰的最后一步 这个符文等于是天道认可 只要这个符文将在月小倩身上 她的出海就稳定了 从此真正的成为一名辟海境强者 轰轰轰轰 就在月小倩美目之中 神采奕奕 准备迎接天道符文降临之时 忽然间整个万古路 发出四声爆响 神音激荡 天地轰鸣 这便所有辟海境强者 都抵不住那种恐怖的波动 一口鲜血喷出 第887章恐怖天节 龙臣之怒 天目大人一脸惊骇地看出虚空 白色的眼瞳之中 无数的纹路流转 然后说出了 让所有人无法置信的话 有意见 强者 崩碎了天穷 强行送进来四个人 所有人惊骇欲绝 这怎么可能 什么人有如此恐怖的力量 能够以个人的力量 打破天地法则 将人送进万古路来 小倩 快去取你的符文 龙臣急忙高声道 岳小倩这才反应过来 急速向虚空之中飞去 他不需要等符文降下 自己去融合也是可以的 就在这时 忽然一个声音传来 哼 跟一众蝼蚁一起度解 简直是一种羞辱声音冷漠 语气之中 更带着唯我独尊的高傲 让人惊骇的是 他 的声音 静轰鸣暴响 令得虚空抖动 此时原著名的强者们 都一脸惊骇地看住虚空 万古路正中心 在九天之上 竟然显化了四个身影 他们全身被神焰包裹 看不清身形 更看不清面容 宛若四尊天神一般 宁力九天之上 俯视天穷 算了 别力会这么多了 神与蝼蚁同事 这是无可奈何之事 如今这里天道之力 被众楼已激发 刚好适合我等度解 别浪费时间了 另外一个声音 同样充满了 高高在上的味道 轰 忽然间 天地震动 九霄轰鸣 四到五比强厚的气息爆发 辐射八方 万古路原本已经开始 平静了下来 如今再次沸腾起来 而且比万千强者 同时度解时 声势更加浩大 这是什么人 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气息 万古路内 所有强者都已经杜绝完毕 他们一脸震撼地 看住虚空之上 这气息应该是先天静 可是怎么可以如此强大 难道他们是什么 人们惊骇地发现 他们爆发出气势之后 整个万古路都轰鸣作响 无尽的劫云 都集中到了他们那边 声势害人 宛若蔑视 小千 小心 龙城忽然一声惊叫 就在月小倩触碰到那个符文的时候 忽然间天地能量暴动 月小千的那枚符文 竟然要涌入劫云之中 飘向那四人的方向 月小千大吉 那可是她九死一生得到的成果 如果这个符文被收回 那她前面九死一生的付出 无尽的劫云凝聚 月小千 焦躯巨震 一口鲜血喷出 染红了身前的衣精 可是她依旧使命地抓着符文不放 咦 竟然还有一个蝼蚁 嘿嘿 竟然还差最后一步 真是愚蠢 忽然神宴之中一个男子 发出一声冷嘲 依旧在全力提升气势 准备渡劫 丝毫没有把月小千当回事 各位朋友 能否高抬贵手 暂缓一下渡劫 让我朋友拿走天道符文 否则她前面的付出 就全都白费了龙尘对住虚空朗声道 龙尘此时激活了九星霸体诀 每一个字都以浑厚的灵源吐出 声音之大 震动天语 蝼蚁没资格废话 别浪费我们的宝贵时间 触怒本作 当心负面而等一个声音冷冷地回应道 根本没有理会龙尘 岳小倩拼命抓着符文 就是不肯放手 这是她一生崛起的契机 更是她改变始魔族未来的希望 她死也不肯放手 龙尘看住又急又怒 此时龙尘一点都帮不了岳小倩 因为一旦龙尘出手 那属于岳小倩的天道符文 一旦沾染龙尘的气息 立刻会化为乌有 龙尘双目之中杀意凛然 额头上青筋抱起 心中的愤怒已经达到了极致 她恨不得把这四个忽然闯入万古路的家伙 全部干掉 始祖大人 请 听从您后人的召唤 赐予我血脉之力 岳小倩翘脸一下子惨白 她没有了本源之力 硬是以血脉之力进行召唤 嗡 陡然间岳小倩手中的那枚天道符文 一下子脱离了结云的束缚 融入了岳小倩的身体里 岳小倩顿时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从空中跌落下来 忽然一双有力的手臂 接住了她 岳小倩翘脸苍白 没有一丝血色 美目之中的光辉 更是暗淡了许多 看着让人心痛 小倩 龙晨一阵心疼我 成功了 龙晨我好 开心岳小倩虽然疲惫不堪 但是美目中却全是欣喜之色 龙晨点点头 忽然飞到消族众人面前 把岳小倩交给灵姐 让她帮忙照顾一下 说完就冲着巨仙柱奔去 龙晨 你要干什么 现在你不适合渡劫 他们的恐怖天节 会连累到你的天目大人高声喝道 没事 他们想玩 我就陪他们玩大典 看看谁能连累到谁 龙晨回应了一句 跳上了自己所在的石柱子 大手在巨仙柱上一拍 整个巨仙柱爆碎 在所有人目瞪口呆之中 龙晨竟然把巨仙柱内 所有符文全部吸收在体内 她疯了吗 一众组长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巨仙柱上的符文 只要激活 就可以得到加持 从未有人想过 将那符文吸收在体内 谁也不知道 那恐怖的后果是什么 这么做跟自杀有什么区别 龙晨大哥怒了 萧飞看住龙晨的背影 握紧拳头道 岳小倩被灵姐扶在一张软椅上 此时她虽然夺回了天道符文 真正地进入了屁海境 但是现在却虚弱不堪 远远地看着那个暴怒的身影 不知道为什么 她感觉非常幸福 从未有过的幸福 不知不觉间 泪水竟然沿住脸颊流淌 龙晨将所有巨仙柱的巨灵符文吸收 直接冲向虚空 屹立在虚空之上 几个白痴 就让我们看看 到底谁才是蝼蚁龙晨怒吼震天 震动天雨 轰 龙晨的九星霸体诀全力运转 无尽的灵气在体内激荡 天地间无尽的灵气 如同长津溪水一般 急速涌入龙晨的体内 龙晨体内发出一声爆响 稚固被打破 一股恐怖的威压直冲云霄 辐射九天十地 轰隆隆 随着龙晨打破稚固 陡然间天地一片死寂 然后整个万古路都在不停地抖动 无尽地毁灭气息 升腾而起 这 是要 灭是吗 当恐怖的威压升起 人们惊骇地发现 不论它们在哪个角落里 都被一股恐怖的威压辐射 身体不停地颤抖 有些人已经恐惧地浮在地上了 天啊 苍天怒了 欲毁灭整个世界 这是万古路上所有人的感受 所有人都震惊 一脸惊骇地看住虚空 很多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却能感应到 有恐怖的事情将要发生 虚空之上 依旧只有四个虚影沐浴在雷光之中 但是此时 它们周身的雷光竟然开始涌动 庞扶受到了潮汐的影响 变得极不稳定 天杰 不要让老子瞧不起你 让老子看看 你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龙晨依旧在狂吼 它爆发出了自己最强大的意志 它要跟整个天道对抗 轰隆隆 庞扶听到了龙晨的挑衅一般 整个万古路内的雷云都向这边涌来 范围之大 无边无际 竟然连在万古路中心地带的那四个身影 也被笼罩了进来 小子 你这是在找死忽然那四个身影之中 一个男子冷喝道 那四人被神焰包裹 应该是某种阵法加持 他们无法移动 只能在神焰之中渡截 龙晨的举动激怒了他们 他们认为龙晨这是在挑衅 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 找死的是你们 一群自高自大的白痴 龙晨冷笑 他发现周围的雷云越来越浓郁 在不停的凝结 范围已经无法计算了 雷云的厚度竟然达到了数百里 整个世界都变得黑压压一片 龙晨甚至感觉 周围的空间都要凝固了 就算这样龙晨还不满意 龙晨背后雨衣一阵 陡然主动冲入劫云之中 一拳轰去 轰 恐怖的刚风将雷云崩开 龙晨连续出拳 刚风激荡 正在凝结的劫云 竟然让龙晨给崩散了 下面的原住民强者们 都感觉头皮发麻 龙晨这是疯了 绝对疯了 害怕天结不够 故意激怒天结 要知道自古以来 每个人都对天道敬畏 每次渡劫都只能毕恭毕敬 谁敢如此对天结主动出手的 轰隆隆 果然随着龙晨的出手 天地震怒 恐怖地毁灭一致 从天而降 最让人惊骇的是 万古路地下裂缝之中 竟然有无尽的能量喷涌而出 直冲天际 加入节云之中 一时间 整个万古路的强者们都傻眼了 不管是东西南北 还是中间的区域 他们都感应到了那恐怖的异响 不过此时天地能量汇集在一起 天机被屏蔽 神石被限制 除了附近的原住民强者们 别人都不知道这里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们只知道 万古路要发生了不得的大事了 看住龙晨疯狂攻击节云 天目大人忽然一声令下 让所有人继续后退 天目大人 再退我们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肖飞有些抱怨的道 如今已经有些看不到龙晨的身影了 周围无尽的天道之力 隔绝了他们的视线 别废话 你看不到龙晨 总比龙晨以后再也看不到我们的好 这种级别的天节 恐怕要逆天了 要活命就再奔远一点 天目大人冷喝道 轰 就在众人向远处狂奔之际 陡然间虚空猛地一颤 无尽的雷霆之光 覆盖了龙晨所在的局域 第888章 雷海吞天 天地轰鸣 雷光万里 一瞬间将龙晨所在的区域吞噬 远远望去 那里已经被一片雷海所淹没 神音隆隆 万古震颤 天目大人与众人站在远处 望着那恐怖的雷海 久久说不出话来 肖飞额头的汗 缓缓落下 他现在再也不抱怨看不清了 这么恐怖的雷海 只要不是瞎子 都能看清了 即使隔着如此遥远的距离 他们依旧感到雷海之中狂暴的力量 让他们头皮炸开 即使是铸台镜强者 都在那雷杰之中 感觉到了浓郁的死亡气息 如果是在那雷杰之中 他们必死无疑 这雷杰毫无生气 根本不给人留活路 全部都是毁灭气息 根本不是天杰 而是天法 有一位老者一脸震撼的道 天杰不过是一种优胜略胎的法则 即使在盛大的雷杰 都会给人留下一线生机 可是龙臣的天杰 全部都是狂暴的灭杀意志 就是要彻底摧毁龙臣 是龙臣激怒了天杰 才这样的吗 有人问道 天目大人摇摇头道 天杰是天道法则 没有生命存在 更是无情感可言 怎会动物 不过龙臣前面在天杰之中 故意崩碎天杰的形成 刺激天杰 被运行轨迹 让天杰威力不停地叠加 但就算如此 法则就是法则 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才对 这天杰根本就不想让龙臣度过 本身就是要灭杀他天 目大人双眉紧锁 看住虚空之上的雷海 在那雷海之中 一道身影沐浴其中 长发浮动 衣衫飞舞 如天神将士 屁腻九天 充满了无敌的气魄 龙臣的意志 正在与天道抗衡 岳小倩此时服下了丹药 体力略微有些恢复 虽然翘脸依旧苍白 不过已经可以勉强站立 一脸紧张地看住雷海中的身影 他知道龙臣因为心疼他 所以愤怒了 他要报复那四个神宴中的人 他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龙臣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他 被人呵护的感觉 真的很温暖 可是岳小倩同时 芳心生出无尽的担忧 龙臣的脾气太暴了 这么做实在太危险了 第一波雷结 就如此恐怖了 以后会恐怖成什么样啊 看住龙臣在雷海中央 被无尽的雷霆之力冲刷 众人一阵担忧 雷霆之力浩瀚如海 符吻无尽 如潮汐一般涌动 天地轰鸣暴响 这种现象 众人一辈子也不敢想象 而这么恐怖的雷结 竟然只是第一波 这个现象实在太害人了 随着龙臣的天结爆发 虚空之中四道被神焰包裹的神秘人物 也被波及了 因为他们震惊地发现 他们的天结竟然受到了龙臣的影响而变强了 蝼蚁之怒 匹夫之粪 不过以头枪蒂尔 可笑之极 你以为你拼死激怒天结 一命呜呼 可影响我等杜解 愚蠢之极到冷笑传来 不知道是神焰包裹中神秘人物里 哪一个传出来的 这四个人十分的怪异 他们从天而降 崩碎虚空 在他们的头顶上方 有着四个漩涡 宛若四道门户 应该是破继而来的强者 打破世界避障 送来四个强者来这里渡劫 这个手笔太过惊人 让人不敢想象 用膝盖想也知道 这四个人来头必然极为恐怖 但是龙臣不管他们什么来历 这四个白痴为了装逼 竟然不顾岳小倩的死活 最后岳小倩更是消耗了大量的本源精血 才夺回自己的天道符文 那凄惨的模样 深深刺痛了龙臣的心 同时也激发了龙臣的怒火 既然你们想玩 那哥们就陪你们玩得大一点 他现在吸收了巨仙柱的符文 全力爆发 吸引天结 又全力破坏天结的结构 让天结越来越猛 虽然这么做有些鲁莽 为智者所不取 但是龙臣从来就没把自己当成一个智者 他只知道 谁要是伤害了他身边的人 就要让他付出可怕的代价 这是标准的莽夫行为 但龙臣就是一直这么做的 他们里面好像在对话 原住民强者中有人惊到 可是如今天结爆发 雷霆涌动 什么声音都在轰鸣的雷声中被淹没 他们只能隐隐约约感应到一点波动 但是不知道里面说了什么 龙臣彭扶没有听到神宴 包裹里神秘人物的声音 忽然双臂一张 陡然间头顶上方一个漩涡生成 那漩涡越来越大 竟然一瞬间达到方圆百里 随着漩涡生成 无尽的雷霆之力 对住龙臣涌来 什么 这回就连天目大人都大吃一惊 龙臣非但不抵挡雷杰 竟然还嫌弃不过瘾 主动吸收雷霆之力 嗷嗷嗷 龙臣体内的雷龙兴奋地大叫 无尽的雷霆之力涌来 雷龙好像一个即将可死的人 终于可以抱着水缸 痛快地喝水了 随着雷霆之力涌入 雷龙疯狂地吸收 不断地壮大自己 他就像一个无底洞一般 有多少能量都装得下 龙臣这样吸收雷霆之力 要比雷龙自己吸收快得多 这种散开的雷霆之力 不像雷霆巨兽 他不懂吞噬技巧 有着龙臣的辅助 天地间无尽的雷霆之力 不到一个时辰 方圆万里的雷霆之海 既然被龙臣给吸收一空 天地间一下子变得清净了 所有原住民强者们 都傻眼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算是杜劫吗 把能量给老子交出来 龙臣一声断鹤 背后羽翼一震 就那么冲入劫云之中 双拳挥舞 击向劫云 轰轰轰 原本劫云正在酝酿下一击 结果被龙臣崩开了一大片 当再次凝结在一起的时候 整个天地都变了 那劫云又厚了一层 而远处神艳包裹的神秘人物们 他们周身的雷霆之力 再次受到波动暴涨了一大劫 愚蠢 白痴 不可救药 哗众取宠 神艳包裹的神秘人物 每个人都发出一声不屑的声音 显然对于龙臣的作为 十分的不屑 但是四人都极为恐怖 他们周身沐浴雷霆 一直任由雷霆加身 并没有任何的抵挡 显然这种雷霆之力 对于他们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故而对龙臣的作为一丝不屑 天目大人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萧飞一脸惊骇地问道 大家也都非常想知道 这神艳包裹的神秘人物 到底是何方神圣 他们都是绝待天骄 强大程度 已经超出了你们的想象 或许只有这样的人物 才值得大能 耗费这么大的代价 强行把他们送入这里 杜劫把天目大人叹了口气到 脸上浮现一抹复杂 显然他的天目 看到了一些秘密 轰 忽然间天地巨震 打断了众人的话语 只见天地间 无数的雷霆怒见 对住龙臣斩来 每一把都长打百仗 铺天盖地而来 但是龙臣依旧双臂张开 在虚空之上布置一道巨大的漩涡 竟然又开始疯狂吸收 那恐怖的雷剑 众人看住都要疯了 任由他们想破脑袋 也从未想过 有人可以这样的杜劫 雷剑竟然化作 道道洪流 流入龙臣这边 被龙臣吸收 那四个人 也受到了龙臣的影响 萧飞一声惊呼 人们急忙看去 发现那四个人 周身的雷霆之力 逐渐变成了 道道雷剑 龙臣的杜劫 影响到了他们 要知道虽然都在虚空之中 可是双方距离 是无法用目测来计算的 绝对比想象中更加遥远 可是竟然被波及了 龙臣并没有理会那四个人 也没有时间去理会 他现在心情好了很多 因为雷龙太给力了 不管多少雷霆之力 他都照单全收 他的气息越来越强大 说明他的实力 也在疯狂地增长 龙臣知道 雷杰都是按部就班地来 这个时候吸收雷霆 是最佳时机 必须全力以赴 故而虚空之中的雷霆之力 他一点都不想浪费 轰隆隆 当雷霆之剑消失之后 陡然间天地共振 龙臣头顶上方的杰云 竟然与其他四人的杰云 链接起来 形成了一个覆盖九天十地的 超级杰云 本来五人各自度各自的杰 可是如今忽然发生了一变 所有杰云竟然相连 威亚一下子强大数百倍 再退 天目大人一声令下 众人继续后退 因为此时有些屁海竞强者 已经在浑身打战 感觉身体都要被压断了 那种威压 他们似乎有些抵受不住了 此时万古路每个角落里 都有强者正一脸惊骇的 看向一个方向 那就是万古路的中心地带 他们看不到那里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们可以感应到 万古路所有的天地之力 都在向那边汇聚 散发着可怕的波动 因为雷杰太过恐怖 隔绝了一切的气息 万古路的强者们 只知道在万古路中心地带 一定正发生着极为可怕的事情 但是他们都不敢去探查 因为所有人刚刚杜劫 在对抗恐怖雷杰之中 很多人都灰飞烟灭了 而成功的人 大多数也只剩下了半条命 哪里还赶出去的嘚瑟 他们只能一边调养 一边感应 嗡 陡然间虚空之上的超级洁云抖动 无尽的雷霆巨兽倾泻而下 每一头都长达百仗 威猛无比 对主龙臣呼啸而来 第889章雷龙吞万兽 看到那些雷霆巨兽 月小千的心一下子揪紧了 他最后一波雷结 就是与这种恐怖的雷霆巨兽激战 他深知他们的可怕 虽然最后那一头雷霆巨兽更加恐怖 但是毕竟只有一头 如果不是龙臣告诉月小千 雷霆巨兽的弱点 他根本撑不下去了 可是这些雷霆巨兽 就算明知道有弱点也没用 那密密麻麻的雷霆巨兽 如江河奔流 简直无穷无尽 连个数都看不清 哪有时间找寻弱点 在这种受海中 什么战术 什么技巧 都是扯淡 完全用不上 只有简单的以暴制暴 以力硬拼 如今龙臣头顶上方的杰云 与其他四人的相连 形成了一块超级杰云 杰云简直无边无际 不知道比月小千的杰云 大了多少倍 雷霆巨兽犹如江河决堤 从虚空之上倾泻而下 密密麻麻的让人头皮发炸 眼见龙臣被无尽的雷霆巨兽淹没 众人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了 月小千更是手心都是汗水 出来 尽情的大块朵一巴 龙臣一声大笑 陡然间一声龙吟传出 一条长达三千丈的巨大雷龙咆哮而出 庞大的身形 带着无尽的威严 原本雷龙的身体只有千丈长 可是经过两轮雷结的滋养 体型暴涨到了三千丈 身上无数雷霆符纹流转 气势微猛无助 龙臣跳上雷龙的头部 雷龙再次咆哮一声 张开大嘴 开始疯狂吞噬那些奔腾而来的巨兽 雷霆巨兽实在太多了 但是对于体型达到三千丈的雷龙来说 它们都是一群小兔子 一口可以吞下五六个 最有意思的是 那些雷霆巨兽 只能看到龙臣 却并不攻击雷龙 任由雷龙吞噬 却只是挣扎 而不反击 法则就是法则 根本无法变通 龙臣的雷龙来自于天节 所以雷霆巨兽 根本辨识不出它是敌人 以为它是同类 而且其他雷霆巨兽 刚要扑到龙臣身前 雷龙的巨尾横扫而来 恐怖的力量 直接将那些雷霆巨兽震飞 在力量上 它们跟雷龙比 差太远了 雷龙来去 如神龙归海 疯狂吞噬着那些雷霆巨兽 那些雷霆巨兽 根本无法靠近龙臣 龙臣站在雷龙的头上 什么都不用钱 就那么看住雷龙 兴奋地吞噬雷霆巨兽 感受着雷龙的力量 一点一点地增长 原住民这边 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 一脸都不敢置信 眼珠子都要凸出来了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 它们绝不敢相信 眼前的情景 很多人张嘴想说点什么 但是它们发现 无论说什么 都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情 钱粹什么都不说了 岳小倩见龙臣 站在雷龙头上 威风凛凛 装若天神 美目之中全是柔情 在实力为尊的世界里 越强大的男人 越有魅力 更何况这个男人 曾与他出生入死 如今更是为了他 去找那神秘强者们的场子 这让岳小倩放心温暖 龙臣这边 被无数雷霆巨兽包围 而其他被神燕包裹的神秘人物 此时也被无尽的雷霆巨兽围攻 它们再也不是风轻云淡的模样 终于出手了 只不过因为它们身上的神燕 隔绝了窥视 看不清它们的动作 更看不到它们的招数 反正雷霆巨兽靠近它们 纷纷崩碎 样子极为轻松 天呐 原住民之中 忽然有人一声惊呼 结果把周围全神灌注的人 都吓了一跳 你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有人怒道 不是 你们难道没有发现 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那人急忙道歉 奇怪的地方 你这不说屁话吗 这种雷杰 怎能不奇怪众人无语 没好气得到 不是 你们想想 龙臣冲入雷杰之中 他 他还没屁海呢 那人急忙道 当听了那人的话 所有人立刻鸦雀无声了 面面相去 貌似他们确实忽略了一个细节 好像 龙臣确实没有凝聚出海 就渡劫了 难道忘了 众人不惊一呆 但是这也说不通啊 这得多大的心 才能把这么重要的步骤 给忘记了 再说了 不凝聚出海 又怎么可能引来天结洗礼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包括天目大人 都无法解释了 就连岳小倩如此博学之人 也搞不懂 这个谜团 别说是他们 就连龙臣自己都解不开 反正他只要抓住一个规律 只要渡劫过后 就一定可以进阶 管他是屁海还是屁河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三个时辰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随着雷龙的吞噬 他的身体越来越大 越来越强 整整一天过去了 雷龙身体 竟然暴涨到了六千丈 六千丈 那是一个超级庞然大物 随着雷龙的成长 他的力量越来越强 吞噬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一天的时间过去 天上的雷霆巨兽 终于不再落下 这让众人心中 微微松了一口气 这个时候 雷龙也已经达到了 恐怖的七千丈长 在空中来回游动 不停吞噬 已经为数不多的雷霆巨兽 渡劫到现在 龙城始终没有对抗天结 那轻松的模样 根本就不像是杜劫 而是来玩游戏一般 白痴 以魔导气来吸收天结 这是作弊的卑劣手段 蝼蚁就是蝼蚁 只能出一些 尚不得台面的伎俩 忽然虚空之中 传来一声嘲讽 是一位被神焰包裹的男子 发出的 他们周围的雷霆巨兽 也已经被灭杀一空 听他的声音 竟然没有丝毫消耗 魔导气 龙城不禁冷笑 同时也明白了 那些人身上的神焰有古怪 应该是破开世界 避障的一种手段 他们被神焰包围 外界看不清他们 他们同样也看不清外界 只能模糊地感应 以为雷龙 是一件欺瞒天道的特殊器具 你们四个是哪来的土鞭 来我们这里 装什么大一把狼 真要是有种 就别躲在龟壳里 出来一战 龙城冷笑道 如今一波雷霆刚过 下一波雷劫还没降下 有空啰嗦几句 他也很好奇 这些人是什么来头 大胆蝼蚁 有什么资格知道我等来历 你应该庆幸 如果不是这神文烈焰包裹 你这样的蝼蚁 本作一根手指 就能捏死一个人冷喝道 吹你大爷的牛逼去吧 要是没有那个乌龟可保护 你们破界的时候 早就被绷出屎来了 忽悠谁呢 龙城冷笑 虽然并不是全懂 但是龙 城也不是那么好骗的 这四人降临万古路 虚空崩碎 明显是一种神力 硬崩开了世界壁垒 把他们送进来的 可就算是世界壁垒被崩开 依旧不是什么人都能穿越的 起码不是先天境强者 能够穿越的 这些人来这里渡劫 虽然气息浩瀚如海 但是渡的依旧是屁海劫 如果不是神焰保护 他们破界的时候 就会被强大的空间之力 给你的粉碎 所以龙城冷声嘲讽 楼椅找死神焰中的男子 不禁大怒 龙城的话 把他们激怒了 一群没骨气的卵蛋 等你们钻出蛋壳 长大成人的那一天 再来说狠话 把龙城嘲讽 对于这种高高在上 不把别人的生命 当回事的白痴 龙城不需要任何顾忌 轰 就在这时 虚空之中 杰云再次颤动 一头又一头巨大的 雷霆巨兽 从天而降 每一头都有千丈大小 体型如山 这次数量不多 但是依旧有上千头 对住龙城冲来 这种魔兽 就是月小倩雷霆之中 最为强大的终极雷杰了 但是月小倩那次 只有一头 而龙城一次 要面对上千头 这样的雷霆巨兽 月小倩脸色有些苍白 玉手紧紧钻在一起 非常的紧张 不光月小倩紧张 所有人都紧张 这些雷霆巨兽 实在太恐怖了 对住龙城沙来 天地震颤 虚空轰鸣 浑身散发住 无与伦比的威亚 轰 一头刚刚奔进的雷霆巨兽 被雷龙一口咬住 但是那雷霆巨兽 本身太过巨大 他竟然无法一口吞下 而且那雷霆巨兽 不停地挣扎 他更无法顺利下咽了 就在这时 另外一头雷霆巨兽 已经扑向龙城 巨大的雷霆巨爪 如同小山一般 对住龙城拍来 嗡 陡然间龙城手中 一把血色长刀浮现 一道凌厉的刀影 刺破虚空 呼啸而过 充满了霸道 轰 那雷霆巨兽 竟然被龙城一刀 斩成了两半 这一击 让所有人都为之目瞪口呆 龙城并没有使用任何技巧 就是那么蛮力一刀 将雷霆巨兽 斩成两截 这太害人了 雷龙 别啃了 吐出来 是我砍过的龙城 对住雷龙喊道 他此时咬着一头雷霆巨兽 咔在喉咙里 拼命吓咽 可是雷霆巨兽挣扎 吞不下去 听到龙城的话 他一口把那头雷霆巨兽吐出 直接去吞噬 那被龙城一刀 砍成两片的雷霆巨兽 可是晚了一步 那雷霆巨兽 竟然化作漫天的雷霆符温散开了 他猛力一吸 也只吸收了很小的一部分 别急 注意配合 龙城叮嘱雷龙一句后 手中血影发出一声轰鸣 周身血色符纹亮起 无尽的沙伐之气涌出 对住雷霆巨兽冲去